在七十幾歲的時候,你老是覺得說他不需要溫暖嗎? 他不需要有人照顧嗎?他不需要有人跟他聊天嗎? 這大部分的子女都會認為是這個阿姨是要來奪財產的 所以我們感謝就是感謝我男人就是這樣 得到了以後就是感情說到死金錢不要拿去 各位同學,我們今天來講一個比較輕鬆的話題 就是說我們給他稱作阿公的公園奇異劑 那這個有一個阿公他已經沒有太太了 那他都每天到公園上去運動 那去運動,運動沒多久了以後就會變成說跟這個阿姨就認識 那麼阿姨先陪他唱唱卡拉OK等等 後來這個阿姨就隨著阿公就回到家裡來住 阿公的生活就變得更有快樂,而且還有人照顧 所以他們其實阿公就不會那麼寂寞 其實這樣子的情況也蠻普遍的 那各位,這個阿姨回到家裡來幫阿公照顧的時候 請問各位,這一些當子女的人看到家裡有多了個阿姨 是會覺得說有阿姨來幫忙照顧 所以我們子女的責任比較輕 所以是樂觀其成,還是心理上覺得是非常的不舒服 各位,這大部分的子女都會認為是這個阿姨是要來奪財產的 所以就會對這個阿姨沒有什麼好的臉色看 那各位,但是這個阿公又不能說沒有這個阿姨照顧 所以他們就是,儘管小孩子的臉色不是很好 但是他們還是會在一起 那其實這個東西是年輕人想不透 其實有時候他們兩個老的有個伴 在七十幾歲的時候,你老是覺得說他不需要溫暖嗎? 他不需要有人照顧嗎?他不需要有人跟他聊天嗎? 難道你要繳個AI跟他那個又沒有溫度的 所以這種情形是真的有時候我們要多一份的體諒 可是各位,能夠達到這樣的人的實在太少了 各位,這個結果久了以後 這個阿姨她也有原來的小孩也要去做生意 那麼這個做生意的時候,她要跟銀行來貸款借錢 那麼這個情形的時候,這個阿姨沒有這個能力 但是這個阿姨,就是說為了要表現在女孩子面前的這個 她有這個實力 所以她就認為說,沒關係沒關係 這種情形的時候,她去跟銀行借錢 那如果沒辦法的時候,我就用我的房子來給她設定抵押 來跟她擔保 反正這個也是擔保,我也不用拿出錢來 所以就會產生了這個樣子 結果這個阿公做了這個事情以後 那當然這個小孩子,這個阿姨的小孩子 也是剛開始生意做得不錯 但是各位,天有不測風雲 地有命運作弄 那麼碰到這個COME 19的時候 這個生意就急轉直下 所以她就變成面臨經營的危機 到最後她垮掉了,沒有辦法 可是這個部分的時候,銀行他就把阿公的這個房屋土地給設定抵押 就不得不銀行把它給拍賣掉了 各位,這個事情簡直就晴天霹靂 那麼阿公的房子要被拍賣掉的時候 各位,這個阿姨還能夠面對阿公嗎 所以阿公就講說沒關係沒關係 這樣子 各位,嘴裡講的沒關係 心理上確實非常有關係 但是更有關係的就是這些子女 這些子女她認為說 這都是你阿姨的錯 所以你把它搞壞了 所以各位,做一個阿姨其實牽涉到金錢 本來人家就覺得你是來搞金錢的 現在又真的發生這種事情了 雖然不是你把它花掉的 但是這個事情責任她都一定把你推給你了 所以各位,這個其實她不會去怪這個阿公說是怎樣 各位,結果這個阿姨當然待不住了 所以阿姨就跑掉了 那阿姨搞不好是趁機跑掉了 也不想照顧阿公了 結果阿公就剩下孤零零的一個人 各位,孤零零的一個人 她的身體就急轉直下 不好了,身體不好了 各位,誰要回來照顧 那你還不是你的子女要回來照顧 那不然你就覺得非得要請看護外勞來照顧她 那各位,這個時候 這個子女回來照顧的時候 照顧的是會體諒阿公 還是非常氣阿公 當然是很生氣啊 所以各位,照顧她的時候 就一直罵阿公 甚至於各位,當氣起來的時候 就還會捏她 甚至於就很想打她 你把你自己搞成這個樣子 才拖累我們 所以各位,這個阿公實在是萬般的無奈 也是她做不好,才會導致於這個樣子 所以阿公敢不敢回嘴 不敢回嘴啊 各位,這就是人到老了以後 最痛苦的一件事情 那各位,阿公面臨這一種人家的碎唸 面臨人家的指責 還有面臨人家會捏她等等 她能夠怎麼辦 她也不敢去跟她 跟她應趣應急 也不敢怎麼樣呢 各位,那怎麼辦啊 所以阿公就失智了 各位,這個失智是怎麼樣 我就裝作失智了 我就沒有了 根本是不就 反正你念什麼 我當作沒聽到 各位,這就是一個老人 面對無奈的事情 所能夠唯一做出來的事情 所以就失智了 各位,這個阿公就是這樣的一個 到老了七十來歲的時候 這些公園奇異劇 那麼老師在講的這個公園奇異劇 你不要以為這是普通人 他以前在商場上刺詐風雲 他可能開飯店開得很大 那麼他可能就是跟一個一個 那個什麼年輕的助理來了 他整個人可能都變了耶 所以各位,我們看到很多家族的糾紛 不是老的阿姨來會有問題 是年輕的助理來 年輕的人來了 也會產生這個問題 所以各位,就老人家來講的話 他到底應該要怎麼樣來處理這樣的事情 我需要溫暖 但是人家來跟我圖的是感情還是溫暖 那麼怎麼樣在子女之間平衡 而我自己又覺得安全 因此我要提出這樣的一個建議給大家 各位,如果真的是這種情形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怎麼樣 各位,我們這些老人家 我們現在要來跟阿姨往來 我們應該是要把我們的財產先滴 信託出來 信託給我們的小孩子管 信託給我們的小孩子管理 所以各位,這個我們就給他信託 那各位,我們信託給小孩子管理 那我們就會講說 小孩子給我賣掉了 我瘋了 改哪一天阿姨沒有出事情 我被小孩子趕出去 不要緊張 我們是這樣子給你管理而已 不能抵押借錢 你這個小孩子不能抵押借錢 不可以處分 你只能管理 那各位,這個會登記在 會登記在地政事務所 他有信託契約 那麼這個信託契約 大家都可以去閱覽 所以將來你用這樣子 綁住他的時候 他是不可以賣掉的 所以你不用怕 你還是控制在自己的手裡面 那第四個呢,你要去約定說呢 這個非經甲跟子女 雙方同意 不得撤銷 如果沒有得到雙方的同意 不可以撤銷 那麼各位,第五 你也可以說呢 我先信託給老大管理 那麼把老二呢 作為信託監察人 來管理老大管理我財產 透過信託監察人 如果真的將來要處分賣掉 老人當然是盡量不要賣 非經信託監察人的同意 不能賣掉 各位,這樣子的話呢 這個財產 你呢,放在這個安全倉 這個信託呢 是一個安全倉 你放在這個安全倉裡面 那麼你呢 每個月子女給你的孝親費 還有你本身原有的一些存款 還有這房子 如果你是在住 那這個也沒問題 他不能趕你走 因為這個本來就是你的房子 那麼你可以在住 他在管理 那如果有出租 你還可以 他管理的租金就給你收 那你每個月可能 還有十來萬的收入 這個時候 這個阿姨呢 跟著你生活 那麼你也可以照顧得到他 那麼這樣子的一個情形的時候 老人家的什麼都不缺 那麼缺的只是溫暖 對不對 缺的只是一個價值感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跟阿姨可以過得OK的生活 那麼這個時候 你就不會有這個機會 把這個房屋土地 第一 去給人家做保設定抵押 第二 你就不會想要去多賺一點錢 被詐騙給騙了 第三 這個財產呢 也還不會被子女給奪走 甚至於說 將來的話 你可以納為你的遺產 那麼可以納為遺產 各位 那信託財產要變成遺產呢 你本來應該只有受益權 本來只有受益權 所以各位 這個時候呢 我就會替這個老人家 立下遺囑 這個遺囑呢 我們就會去講 第一個 我如果死亡的時候 信託關係就消滅 那麼原來的這個 登記在老大這邊 各位這個信託登記 是一個形式上的一個登記 他不是實質上老大 就拿到這個財產 他只是可以管理 再加上你信託 給他付這些條件的話 他是不能賣也不能抵押的 所以你安全 各位那死亡時 信託關係又消滅 就回復為假老人的遺產 那麼這個遺產呢 你第二個 你怎麼樣來分配 那各位 人家阿姨也是辛苦的照顧你 所以你可以在遺產裡面呢 遺症看似用現金多少給阿姨 或是你的房屋的部分 有多少的持分比例 譬如說多少的幾分之幾 也給這個你相處在一起 照顧你的這個阿姨 那麼各位呢 有好多的男人就是這樣啊 各位很多的男人呢 甚至那個女生跟他相處一輩子 三四十年都在旁邊照顧他 做他的助手 幫他賺了很多錢 但是到老的時候 這個老人就是捨不得 把這個財產給阿姨 各位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他認為說是我家的財產 我如果過付給你的 你這個阿姨也老了 你死了以後 這財產就變成別姓的人了 所以各位呢 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這個心結如何破除 各位就是幾分之幾給他 所以男人有時候 沒有路容你知道嗎 在追求別人的時候 就是我對你很好啦 等等我什麼 買什麼禮物送給你 所以各位呢 男人就是這樣啦 所以各位 得不到還有捨不得 是人生最動腐的嘛 所以他得不到 什麼都願意對你好 花時間花金錢沒問題 可是各位他得到了呢 他又什麼 不會珍惜的 所以我有時候就是 我男人就是這樣啊 就是說 得不到的時候 萬般都是 都是你的 得到了以後就是 感情講到死 金錢不要拿去 我對你多好多好 我一定會好好照顧你 但是真的 叫他把金錢給你的時候 他又捨不得 所以叫做感情講到死 金錢不要拿去 各位 這個我們在看到了 很多人性的這個地方呢 會發生這種事情 所以各位這個情形 你呢 沒有關係 你將來要照顧 這個阿姨的時候 你也可以用遺囑呢 做信託 就是說呢 這個阿姨呢 你就是把將來 你這個遺產 遺產裡面的這個房子 拿去出租 那麼這個阿姨 就吃租金就好 租到什麼時候 阿姨死掉的話 他的受益權消滅 回到你的子女的所有權 所以你們財產還留在你們家 這樣子啦 所以各位這個地方的時候 人性啊 如何透過法律呢 把它處理好 那各位呢 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遺囑 還用有一個遺囑執行人 各位這樣子的話 大部分的遺產 會留在你的家族裡面 而你想照顧到的阿姨呢 你也可以 你想照顧到他陪伴你 對你有貢獻的人 他也能夠得到 適度的一個照顧 所以各位呢 這個就是呢 從阿公的公園奇異記裡面 如何在老的時候 可以跟你喜歡的人 相處在一起 不會引起子女的反彈 而你的財產還顧得到 而不會被奪走 那麼將來這一個部分 你還可以死掉以後 照顧當初對你好的人 可以走得更遠 這個東西呢 我們在這裡提出 這樣的一個方式呢 來給各位參考 以上